再来关心国内政坛的焦点 来看到的是台北市长选举 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 继MG149账户的风波之后 现在在网路上还流传好几张 国税局发出的公文 而且内容指向国税局准备清查 柯文哲的演讲费是否涉及逃漏税 有网友就批评国税局 沦为选战的政治打手 至于国税局方面呢 傍晚则是大动作举行了记者会澄清 他们坦诚的确收到检举 至于发出公文调查 只是正常的行政程序 大喊远往国税局大动作 举行记者会自清 原因就是因为这几篇 流传在网路上的国税局公文 内容要授文单位 说明在2011到2013年间 有没有邀请柯文哲演讲 更要交出演讲费的相关评证资料 立委就痛批国税局进城了选战打手 这个东西在选举只在50几天的时候 相当不寻常 不管是有人检举 或者是应其他的权责单位的要求 比如说像检调单位如果要求提供资料 我要求行政部门 我们所有的同仁就是 我们可以配合调查 但我们绝对不会违反行政中立 行政长江一华表示 还不太清楚事情的原委不愿意评论 不过国税局倒是火速出面解释 是因为接到民众检举才进行相关的查证程序 国税局强调这些调查都是例行公式 没有针对性 只是时机敏感 查税的对象又是台北市长参选人 也让整起事件沾染上一层政治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